中星香料 Hello, 你好, 我是家父姐姐 你叫什麼名字呢? 好開心來到上課 我們要開始今天的課堂 讓我們一起唱上課歌 上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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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星香料 手牽手笑 一笑 開始上學了 上課料 上課料 中星香料 手牽手笑 一笑 開始上學了 小故事 帶到來 小樹葉 新的家 小樹葉 生在一棵很高大的樹上面 它很喜歡這個家 因為在這裡 它可以感受到溫暖的陽光 又可以在高處 看著地面的人走來走去 但有一天 一陣的強風 將小樹葉 由樹上面 吹了下來 小樹葉 飄啊 飄 當它落到地面上 的時候 清道夫見到 立即使用掃把 把小樹葉掃走 又說 快點走 不要留在街上 搞到街上 骯髒 垃圾 小樹葉 被掃把一掃 又再飄啊 飄 飄到一個遊樂場 在這裡玩的小朋友 見到小樹葉飄了下滑梯 就立即把它掃開 就說了 哎呀 怎麼有樹葉在這裡 不要妨礙我們玩上滑梯啊 小樹葉聽到 覺得很難過 因為 好像沒有人歡迎它 離開了大樹 落到地面 就只是變了一件垃圾 沒有人喜歡它了 小樹葉想到這裡 覺得很傷心 它一路飄啊飄 飄到去一個公園 落了在公園一張長椅的旁邊 有一個小女孩 正坐在長椅上面 看書 小女孩見到 跌了在她腳邊的樹葉 就把小樹葉撿起 放了在自己本書裡面 就說了 這塊樹葉 形狀和顏色都很漂亮啊 可以用來做書籤都可以 讓我帶小樹葉你回家 小樹葉聽到 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終於找到新主人 有一個新的家 在家裡 小朋友啊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 每一樣的物品都有它的用途 有些我們可能覺得已經沒有用的東西 經過小小的改造 就可以廢物重用的啦 日常生活入面 不妨多點留意一下 令到物品重新發揮它們的功用啦 其實這塊是一個什麼建築物來的 那是一個建築物的 為何連屋頂都會沒了 還可不可以住人的 這一座叫做巴特龍神殿 是位於希臘這個國家的 希臘是位於歐洲 我們大約要坐十幾個小時飛機才去到的 這個國家因為已經有很久的歷史 所以入面都有很多值得介紹的地方 今次要介紹的這一座巴特龍神殿 是在2400多年前開始興建的 是位於希臘的首都雅典 因為在興建的時候 就已經想著要突出這座的建築物 所以神廟是起在一座山上面 在雅典市內 可以很容易就找到它 這一間叫做神廟 即是原本起的時候 是用來擺放一些神像的 巴特龍神殿 主要就是古希臘人 擺放雅典娜女神的地方 那麼 這個雅典娜是誰來的 它是一個在希臘神話入面 很出名的一個神 因為神話入面的它 有很多方面的才能 所以 一直以來 都在希臘神話中 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小朋友啊 如果你對它有興趣 想了解多點它 不妨上網找一下 關於雅典娜的資料啦 這座神廟裏面 原本有一尊很大的 雅典娜雕像 還是用一些很貴重的 例如 橡牙 黃金 製作出來的 可以想像到 這一尊的雕像 是多麼珍貴 可惜 經過二千多年 雕像已經不再存在了 現在只是留下了一些的殘片 不過 美國就有個地方 將這個雕像 重新的製作出來 給大家欣賞 雖然神像已經不存在 不過 巴特龍神殿 依然是至今 最重要的 古希臘時代建築物 因為它的建築結構很美 而廟的雕像裝飾 對於研究 古希臘的歷史 建築 雕塑 宗教等等 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所以 巴特龍神廟 又被稱為世界美術的皇冠 即是說它是世界第一 哦 原來這個不是人住的地方 是以前的人用來拜神用的 裡面還放了這麼大的神像 真是厲害了 讓我再看看希臘這裡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我走了 拜拜 律動時間 我們不如起床 快點移動一下啦 準備啦 這下期夢啊 我走來 咱們 你這下期夢啊 怎麼把你還放了 小剌 我走去 我看你 我走去 你這下期夢 我走去 华人出现了 最受客车在市场 最受客车在市场 最受客车 最受客车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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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最受客车在市场 最受客车在市场 在市场 最受客车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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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客车是 最受客车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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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客车在市场